您好 欢迎收看2月6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努力春节前夕花莲县警察局展开了 为期15天的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 县长徐正位5号的晚间 在警察局长蔡丁协 消防局长林文睿陪同之下 前往花莲县警察局 消防局还有各警分局单位 来感谢警消人员基层协力民情的无私奉献 十大人数继32人 报告兵 5号晚间县长徐正位率队前往花莲县警察局 花莲县消防局以及五个警分局 除了向警消同仁精神喊话 赠送年节礼品 红包慰问辛劳 也注意向大家握手致意 并叮嘱执行勤务时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与保暖 场面相当温馨 为了让县民平安欢度春节 花莲县警察局以治安平稳交通顺畅民众安心为工作主轴 透过了加强犯罪增防 疏导车潮等工作 确保新车顺畅交通安全 让民众度过顺遂如意的假期 首先我真的还是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 还有我们的协行民力 我要先首先要先谢谢我们的协行民力 三位几位大队长 几位大队长还有冯队长 花莲县这个小区非常非常大 几例有限 民力无穷 所以对于协行民力 为了给他们这个最大最大的尊重以及尊敬 感谢他们 所以在这几年编的基督维持费 还有交流参法费用 以及我们制合的费用 为了就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协行民力 能够安心安定来协助我们的警力 所以再一次感谢 徐县长表示 很高兴再一次与大家欢聚一堂 向所有警销人员及巡守 民房 易锦 易销 凤凰 不宣等基层 协行民力 至上十二万分的协议 也感谢大家共同守护家园 将宝贵的时间精神奉献给社会 他又提到春节期间 将有更多的观光客涌入花莲 防疫的措施更要加深 加广 加强 让大家宣导民众来勤洗手 戴口罩 让花莲民众能安心 平安 过好年 警察用心 警察用心 现场无心 现场无心 无告证 无告证 记者林杰 综合报道